全干的花生壳能不能直接加工饲料颗粒养牛羊 这玩意儿这么硬 那牛羊真的能咬得动吗 你好朋友 我是张一 这是咱们粉丝单独花一大价钱 给我寄来了一大包的花生壳 按它的设想 是用粉碎过的花生壳 加烧玉米和麦夫 搅拌好以后 直接生产饲料颗粒 用来养牛养羊使用 要求测试就是新款的3D0颗粒机 这台设备是磨盘不转压人驱动 现在安装的是5毫米磨盘 现在就把原料混合好以后 给咱们粉丝做一个详细的测试 如果您再来搞氧质 您想用这种新款的颗粒机 那怕设备加工效果不好用的话 都可以把原料直接给我们发过来 这台设备料都比较大 这次我们还是把料都拆下来 让大家能看到内部的工作流程 磨盘不转亚伦驱动 这是新款的3D0颗粒机 里面安装的是5毫米磨盘 这套三项电22千瓦的六级电动机 这台设备动力是非常的强劲 现在我们加工的是 花生壳和玉米棒的粉丝罩 里面还有少量的玉米 大家可以看到整机运行情况 包括颗粒的加工效果和速度 我们录制的还是真实的视频 毕竟到底的 中间不做任何剪辑 就是为了让咱们朋友 能看到这台设备 真实的产量 真实的加工效果 这颗粒大家看一下 进去再看一下 表面光滑 而且颗粒成功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您觉得这种颗粒用来养牛鸭 效果怎么样 朋友们我们录制这个 还是一径到底的视频 中间不做剪辑 你看料仓里边 花生壳 连里边的几个玉米棒子 都已经完全碾碎以后 挤压成颗粒了 咱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原料呢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水分 做出来颗粒 非常的干 而且 您看一下 超乎我能想象 我原来有一个花生壳很硬 做出来颗粒 效果不会这么理想 但是现在看来 做出来颗粒效果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您看一下 这边也一样 这是我们在厂区测试的新款的300颗粒机 感谢观看